嘿,我是欣慧博士,女专属的精灵思维教练 我们模组一的目的是让你了解在这个大精灵时代中 你应该要知道的大方向大格局 接下来的模组二,目的就是要让你了解 身为中小企业,精灵和气候变迁相关的政策会怎么样影响到你们公司 精灵转型又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挑战呢 在重重挑战中,你又可以看到哪些机会呢 这一单元就让我们先来一个模组二的综合介绍 接下来的十个单元中就是要把这些内容抽丝剥茧 然后一一帮你说清楚,讲明白 首先,静灵和气候变迁相关政策会怎样影响到你家公司 对公司经营而言,所有新规则、新秩序的建立都算是风险 静灵和气候变迁相关政策的最大特色是 来得又快又猛 让公司经营的风险一下子就猛然高升 别说是你了,很多大公司都很难适应了 所以中小企业捉襟见肘也是刚好而已 所以也不用感到太焦虑 因为在这点上你一点都不寂寞 反而因为你已经在这里了 恭喜你,你已经赢在起跑点上了 一般而言,静灵和气候变迁相关的政策会对企业带来两大类的风险 物理的风险和转型的风险 物理的风险其实就是因为气候变迁造成的极端天气 对你的公司厂房供应链物流会造成的直接实体的影响 短期的话比较看运气 但长期而已就真的要看本事了 尤其是现在气候变迁的极端联想是一年比一年刺激 所以在面对这些长期或者是可能是会很剧烈的物理风险 像是暴雨、台风、淹水或干旱缺水影响厂房、制成或供应链 甚至因为干旱缺水影响水力发电而造成缺电等等这些的风险管理 也一定会越来越重要 在实务上每个公司在自己的企业风险规划管理里面 都务必也应该都要未雨绸缪的考量到气候变迁所造成的风险 并拟定适当的调试计划 例如公司选址就选一下地市比较高的地方 或采购一些相关的设备或买租保险 都可以让公司具有更高的气候韧性度 另外我们在单元1-8的地方也有专门讲到 绝对不要勤估气候变迁带来的危害 尤其后面也会提到 银行为了要降低他们资金借贷的风险值 最快2023年就会开始逐步要求企业融资的时候 要提出气候变迁减缓和调试的相关计划 就是减碳和防灾计划啦 不过这部分也是可以很复杂的 但是你现在只要知道这块也很重要就可以了 这边我们就不特别展开说了 我们的重点会放在净零转型的风险上 转型风险也比物理风险更为确实 和物理风险比起来也比较可控 再说物理风险还可以跟老天祈求一下 说不定还有机会可以侥幸逃过 但是现在是整个世界整个市场都如火如荼的在做净零转型 所以相对的转型风险也更为必然 对公司经营者来说 净零转型就根本是一个张着血盆大口 硬横的喊着一个也别想逃啊的大魔王 在净零转型风险上 有分为政策、法规、技术发展、市场趋势和公司名声、声誉这五个方向 不管是哪一个公司都得要好好的因应 当然政策法规要顾好是最重要的就是基本功 但是其他三项风险管理没有到位 也是可以很让公司投大的 展开来说的话 首先是在政策和法规面向上 全球都在制定越来越严格的气候规范 违法也会有相当严重的法则 但是现在已经看到的就是啊 全球有越来越多的国家会执行 碳费、碳税、碳关税和碳交易制度 这些呢都会对生产成本和供应链产生直接的影响 尤其是呢是对高碳企业而言 这些全部都是架在脖子上的刀子了 不好好因应是真的会死的 另外一个国外比较常见 但台湾还没有空去发展起来的就是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